昨晚有9宗测试阳性的个案 个案编号是13022到13030 8个就有M501Y的变异病毒 其中7个就已经是T4、T7、T8K的变异病毒 另外一个个案就是暂时未做完 澳门政府要求公务人员在新春期间尽量留在澳门 澳门行政公职局法攻陷 要求公务人员在内地春运高峰期间 避免到广东省的中高风险地区 以及广东省外其他内地地区或外地旅游贪亲 如果因为公务或急事要出门 需要做好个人防护 公咸又说 如果因为个人原因外出 并因为当地的疫情变化 导致需要接受医学观察 除非有不可规责 并且获部门领导接纳的解释 否则不获接纳为合理的缺勤 当局又宣布 因应疫情跨境学生和教职员工 今天停课一日 往返澳门内港和珠海、湾仔的海上客运 也都已经暂停 卫生防护中心说 屯门区未有居民在强制检测中发现确诊 但仍然不能够确认现时疫情受控制 现在疫情是否很明显是有一个改变 我们暂时都不是太确认 为什么呢 虽然刚才张医生所报告的数字 我们见到今天的数字稍微好像缓和一点点 但是我们都相信在社区上 尤其是在某些地区 我们不排除仍然还有些隐性传播链 我们有几个个案 曾经都在屯门区域那里生活 也都在它带有病毒的时间 可能都去过一些不少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时间 那个传播风险是绝对存在 尤其是我们在药房那个冬主的个案 我们是从她的女儿 是首先发现这个个案的 才找到爸爸是受感染 再推翻上去就是 他是被一个空中部务员的个案所感染 所以当我们发现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有一个两代的传播存在了 所以期间会不会有其他的传播链在这里 我们都需要去找出来 多个在屯门增设流动彩阳站之后 多个检测点来排队的人流减少 屯门怀疑有隐形传播链 在少林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 连日来都见到这个场面 但是跟日前由一楼排到地下的情况相比 这一天明显有改善 今天就少了很多了 当然开心了 大哥 六次啊 怎么六次啊 你想想想每天都这么多人怎么算 星期三开始新設的少林运动场 彩阳站 排队的人也不多 在右外体育馆更加不需要排队 登记了十个人 你立刻弄它就立刻弄不完 不用浪费时间 因为为什么人多聚集 有些细菌感染了 我也不知道 在另一边的右外足球场 情况也都差不多 市民可以上网查询区内 检测点排队轮候的情况 而这五个检测点 今晚8点就会停运 另外 民政事务总署即日开始 免费向屯门居民和长者 派3000套快速测试套装 负责项目的承办商说 要将顺纸棒放入鼻腔一寸的位置 各转五个圈 再放入紫色的瓶转20个圈之后 将几滴溶液倒入试剂盒 出现一条线代表情阴性 两条线真是情阳性 了入鼻子的时候 尽量尽得深入一点 虽然会有点不适 但是蔡英会采得比较好的做法 还有结果 记住是20分钟到25分钟之间去看 太迟去看的话 结果是不准确的 也可能会吓身自己 因为太久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两条线 他说若果检测程阳性 承办商会派人福检 重新计划是希望及早发现感染者 也不能代替强制检测的要求 无线电视机者中卓气报道 澳门六个赌牌在6月到期 当局公布修改博彩法草案 建议最多批出六个赌牌 期限最多10年 例外情况之下可以延长最多3年 又禁止赌牌转让 希望获立法会尽快通过 草案提出经营博彩活动 必须在维护国家和澳门安全前提之下进行 加强对成批公司参与博彩业活动人士及公司的资格审查和监管机制 调升成批公司资本至50亿澳门元 澳门永久性居民出任的常务董事 占股比例升至一成半 订定成批公司的义务 设立处罚制度等等 当局表示 现时不会考虑调整博彩税或引入政府代表进入博彩公司 警方检获大约值1亿2千5百万的怀疑毒品 拘捕一男一女包括飞容 怀疑不法分子利用外用协助贩毒 行动中检获可卡因、陆安彤和大麻等总共155公斤 警方星期二在元朗一个58岁的男人身上手获毒品 再在他的住所发现另一批毒品 之后在北角一个公下单位 拘捕一个正是处理毒品的40岁飞容 警方发现有人以可可斗和蛋白粉作掩饰包装毒品 58岁男人暂被控犯运危险药物罪 而郭菲庸仍然被扣查 警方就怀疑郭菲庸每次收100元协助贩毒 写著下星期一派专队 每日驻守保护儿童会同乐居 跟进怀疑约疑事件 实地密切监察运作 派遣的社工、护士及具备监管幼儿中心经验人员 每日驻守同乐居 直至中心改善方案和运作情况符合处方的要求 上个月亦派出团队调查 并且观察中心内70个儿童的行为、健康及情绪状况 停取机构回报及跟进工作 社署已向机构发出书面警告及纠正指示 要求加强对前线员工、督道及监察 今个月25日之前提交检讨报告 同乐居上个月底被揭发有职员涉验约疑 至今16个人被捕 华尔受害儿童有29人 新增9宗新冠病毒个案 在上个月28日以来首次回落字单位数 其中7宗怀疑带有Omicron变种病毒株 个案有6宗属输入 2宗和输入个案相关 1宗是源头不明 确诊个案包括 昨天暂跌源头不明的29岁巴基斯坦籍南地盘工 他平日亦为Food Panda送外卖 患者的病毒量低 多次检测情阴性 有待确认是否复养 他因为交通意外入院 入院的时候并没有戴口罩 4个急症室医生要检疫 屯门外定商场东亚大药房 掩疫东主太太和儿子曾经看病的 将斯敏医生诊所21岁兼职女护士确诊 而昨天列初步阳性另一个22岁的女护士 经检测之后病毒量低 属于疫疗病毒株不属于阳性概念 怀疑在诊所抽取样本的时候受到污染 而初步确诊少于10宗 包括足高湾检疫中心一个女保安 他和早前确诊51岁女保安一起上班 并且曾经一起吃饭 工作没有和确诊个案接触 纵信证券群组继续扩大 住在北角丰林花园的48岁男员工 再有一个家人染疫 同家庭总共3个人染疫 竹高湾检疫中心近日被检疫人士投诉管理混乱 入营多日未做检测 卫生防护中心证实因为资料输入错误 有60个检疫人士要延迟大约1至2日离开 中心就此自怯 又说竹高湾工作人员已经由600人增加到大约1千人 当时有几个大型聚集个案 包括一个教会聚会 我们有很多教会人士被检疫 所以相关的家居接触者亦需要检疫 亦有几个大的群组 都是发生了一些人为的输入上错误 变相就是有一些人士 进入到检疫中心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在我们的系统上输入了 他进入中心的一个资料 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在中心里 因为没有输入过资料 变成后续我们需要做检测的同事 就不得适需要安排做一个检测 但是这个轻微的错误 都导致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就着刚才在这个检测 或者在这个安排上 对于有60位人士 迟了离开检疫中心 我们都真的对他们要自怯 林郑月娥又形容 本港过去两年防疫工作是化险为宜 又代表政府对近日接受检测 或者检疫受影响的市民自怯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体验 或者轮航的时间很长 我在这里就代表特区政府 会向他们自怯 希望我们谅解我们在这么短时间 要跟Omicron斗快 实际上动员了大量的人手 但是恐怕都未能完全做到 令到市民是满意的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